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首 梦然演唱的少年 这首呢其实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 写实的歌词 动感热血的旋律 唤醒了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年轻岁月 歌曲不仅引发了全网300家音乐人的走心翻唱 还被许多官媒当作BGM 引发了一轮正能量的社会性话题 愿你走出半生 归来 仍是少年 第三首 旧梦一场 阿悠悠用略微沙哑的声线 唱出了爱情中的一难评 解读世人深陷爱情的酸楚 与大胆放手的洒脱 歌曲呢并未伤感 而是一种罢了的释然 第四首 夏天的风 2020年的夏天还没有到来 文蓝经典之作《夏天的风》 就在网上引起了翻唱热潮 悠悠 火羊 瞌睡了 庄心眼等不同版本的演绎 各有剩下风味 第五首 仍然演唱的《飞鸟和缠》 这首歌太伤感了 《飞鸟和缠》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它们永远都不会相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会想起很多的事情 关于以前的故事 又被一夜一夜翻开 冰封了很多年的记忆 慢慢划开 第六首 景龙丢了你 景龙的原创作品 人们呢总会在失去之后才会倍感珍惜 景龙收放自如的嗓音 总是能够完美的诠释故事 让听众的情绪随着旋律 在闭音处深思 在最高处悬泻 第七首 姚六一 隔岸 这是一首动听的古风爱情曲 唱着爱而不得的心酸与无奈 情意再浓浓 不低事事纷扰 隔岸两相望 千尝艳心底 或许每个人心中倒有一个放不下的 只住在你隔岸的人吧 第八首 燕无蝎 这首歌曲的原唱的是蒋雪儿 歌曲结合琵琶和戏腔 满满的果风气息 后来呢被十七说呢翻唱走红了 如果说蒋雪儿是属于女生的深情不悔 那么七叔啊 则是属于男生初见识的方寸大乱 两人共同之处呢 就是引起你情感上的共鸣 第九首 笑纳花童 这是一首乐中混搭的歌曲 曲调优美俏皮朗朗上口 歌词令人回味无穷 穿插的韵语堪称歌曲的点睛之笔 第十首 十七说呢 演唱的《踏山河》 这首歌曲啊 洒脱动听 渐显江山红院 瑕士气质 旋律辉弘壮壮阔 演不住豪迈气势 踏遍万里山河 只为寻你 长枪刺破苍穹 我却始终放不下对你的牵挂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